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欢迎收看今天的老游时谈 今天我给大家讲两个有关美国华人的故事 两个都是糟心事 第一个,在加州的奥克兰有一家华人商户 它是做这个橱柜的,橱柜定制的一个公司 本来呢,一家好好的商铺 你这个定制橱柜,大家来了,客人不得进屋吗 看材料,选材料,协商,设计等等 但是呢,最近啊,这家店谁也不愿意进来了 客户减少了90%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大门被人堵住了 什么人竟然敢光天化日之下堵住这个商户大门 这还有王法吗 你要是正常人堵住,人家商户大门 那肯定是不行 人家得告你 但是呢,在美国,尤其在加州 你有一种人,你拿他没有办法 政府拿他也没有办法 就是堵住了你们家大门 堵住了,你又能怎么样 什么人呢,那么牛 就是游民 俗称流浪的人 一个个游民帐篷就搭在了这家商户的门口 其中有一个帐篷呢,把这个大门挡得是严严实实的 你说门口躺着这么多的游民 这顾客他还敢来吗 是不是 所以呢,生意是每况愈下 一天不如一天 其实啊,当地政府也不是说不管 曾经也清理过 说还组织了警察、工商、电力等多个部门 进行联合清理 但是呢,这个游民帐篷,却坚如磐石啊 人家就是不走 你能拿我怎么样 人家说这边土地是我的土地 我想睡哪就睡哪 你管得着吗 人家不走,你也不能强来 尤其是在加州 你警察也没办法 你也更不能强拆 是不是 警察也不敢管 免得惹上这个一身骚啊 游民最大 也别说这个联合执法没有用啊 也有用 有一些作用的 可大部分游民呢 在劝说之下都搬了 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帐篷 死活就是不搬 就在这儿安家立业了 我就喜欢这儿 我就喜欢躺在你们家门口 你能拿我怎么办 这个不搬的帐篷 正好就搭在这家华人商铺的这门口 不仅堵住了大门 同时呢 这些游民呢 经常会捡回一些垃圾 什么衣物啊 就堆在门口 搞得是又脏又乱了 说不仅如此 说还有一次 有一个游民在帐篷里面呢 点火煮饭 差点呢 就把他点着了 幸亏有人发现 及时报了警 制止了一场火灾 说还有一次 这个游民 趁这家店主不在家的时候 居然从店铺里面偷电 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偷的 反正这里面说出来 他偷电 可能是搭电线出来 还是什么拉线出来 幸亏后来呢 被这个店家发现了 切断了电源 你说这要是万一出点事 电线起个火 房子都没了 你说谁负责呀 他就是一个帐篷 你这可是一栋房子呀 看来这个生意呢 肯定是做不下去了 所以呢这个店主一咬牙 干脆 房子就卖了吧 事情啊远没有那么简单 在卖房子的时候 人家一看 哎呀 这大门口怎么还躺着个邻居呢 是不是 一看四周 邻居还不少 很多人就打退堂鼓 说这家商铺的这个华人店主 从七月份就把房子 去年七月份就把房子挂出去了 哎有些人在网上看到消息以后 哎打电话说我有兴趣买 有二十多人打电话 结果呢到现场一看 全退缩了 谁也不想接这么一个烫手的山芋 门口全是游民 最后呢 终于有一个买家 说我愿意买 但是呢 这个价格得商量 原价呢 是一百一十万美元 这个房子 最后呢 被砍到了八十万 真正砍掉了三十万 看来这游民还是挺值钱的呀 这位店主呢 后来一想 有人买 就不错了 赶紧出手吧 这个烫手的山芋 卖了一了百了 自己呢 说年纪大了 也就退休了 得了 这个这家 接手了 问题解决了吗 没结束了 买家需要贷款 这个贷款公司啊 到这房子呢 一看 哎呀 这门口怎么还住着一个人呢 啊 这你们家的人吗 啊 这个啊 你怎么得把 你得把这个帐篷清理干净了 说我才能够放贷 啊 你门口还住着一个人 你说 这我怎么放贷 我一张建筑啊 是不是 没办法啊 店主呢 就跟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商量啊 其实说是商量就投诉 投诉了好几次啊 转来转去 转了好几个部门啊 踢皮球啊 一次又一次的踢皮球 最后呢 问题也没有解决 说直到去年的12月中旬 啊 也就是上个月 政府呢 终于派人来了啊 把这个帐篷给清理了啊 其实啊 政府要是好好管啊 也是能够清理的啊 就看政府下不下决心啊 贷款公司呢 一看哎 清理了哎 照片拍过去了啊 这放款 但是呢 问题还没解决 贷款是批了啊 但是呢 还有保险公司这一关呢 现在不知道保险公司啊 这一关过不过得了 如果保险公司到现场一看啊 这怎么周边还有那么多账牌 如果说保险公司要是不愿意 承宝啊 你这危险太大啊 我不愿意卖给你 代表公司如果说一看保险公司不愿意卖保险 那么他可能就会撤回贷款 所以你看啊 一环接一环的问题 全部都是因为这个游民而起 人家游民也说了啊 那你也不能怪我呀 是不是 我都无家可归了啊 我在你这搭个帐篷 你能怪我吗 我也得生活是不是 听起来那好像也没错啊 人家市政府也说了啊 那你也不能怪我呀 我们都已经联合执法了 是不是 人家不走 那我怎么办呀 我也不能强拆是不是 我们加州也没有城管 我们也没办法 哎呀 听起来好像都有道理 也不知道啊 这里面到底是谁的错误 好 下面呢 这个呢 是关于啊 这华人情侣啊 被裁员的这个故事 最近呢 美国的这个很多大公司啊 大企业啊 不都是在裁员吗 一股裁员潮 掀起了一股裁员潮 这里面呢 说有不少的华人员工 也难以幸免 都被波及到了 说这对情侣呢 也是加州的啊 加州成俊的 一个女留学生 她呢 说前一天晚上 我还在为公司加班呢 结果第二天一早 到公司就被解雇了 说这个消息来的是太突然 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但是呢 更糟的事情还在后面 他被解聘了之后 几周之后 哎 他的男友 也被公司截聘了 两个人双双失业 两个人还有房子呢 日子怎么过 哎 这里面还有更麻烦的事情 啊 因为这位女留学生 啊 她目前拿的呢 是H1B 工作签证 你这要是没有工作了 哎 如果你要不及时的找到 一份近似的 类似的工作 那么你这个身份 就是个问题 美国就待不下去了 好 这位留学生呢 啊 姓陈 啊 我们就叫他小陈吧 啊 他那是 Lifton 打车公司 啊 数据分析师 他的男友 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 是这个DotDash 啊 是一个外卖的啊 这个订餐公司 啊 就相当于美团 这样的一个 点餐公司 原本呢 两个人的工作 哎 都挺稳定的 啊 每个人的年薪呢 都有十多万 哎 两个人加起来 二十多万 你看 日子过得是相当不错 啊 而且呢 两个人都还挺幸运 都签中了这个 H1B 工作签证 两人一看 哎 工作也稳定了 啊 爱情呢 也发芽了 啊 所以呢 就在二尔湾 啊 加州的二尔湾 啊 买了房子 啊 贷款买了房子 那么有了房子 啊 两个人呢 也订了婚 就差啊 这最后一闯完 啊 就等着创造下一代 过美好生活了 但是呢 就在爱情事业 一路丰收的 哎 这个时候 突然 这个残元潮就来了 啊 在通胀之下 啊 现在美国的经济呢 其实是面临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吧 啊 现在各大科技公司 很多金融公司啊 都在裁员 那么这对情侣就是这一波裁员潮中啊 直接受到波及的一个典型例子 啊 说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去年的年底啊 去年年底的某一天 哎 这个小陈同学啊 一大早就去上班了 啊 结果到了公司啊 说登陆自己的办公电脑啊 打开了这个电脑 结果呢发现 电脑上不去了 权限 没有 没有权限 他试了好几遍 哎 结果当他正是一头雾水的时候 突然邮箱啊 一看手机 邮箱发了一封邮件 说你已经被解雇了 说今天下午四点钟啊 就下班之后 你就要跟同事们说再见了 我突如其来的这个消息啊 啊 就像是一声晴天霹雳 毫无预警的 披在了这个小陈的脑袋上 呜呜的一声 太突然了 没有任何预警 昨天晚上还在为你们加班呢 突然你就把我给辞退了 没有任何迹象 那么有人说了啊 说一般情况下 像这种大公司裁员 你不得提前六十天通知员工吗 你这样搞突然袭击 你这不是违反这个劳动法 话是这么说 道理呢 是这个道理 但是呢 在当前的这个大环境下 很多大公司 也想不了那么多了 要么你就去告我 即便你告我 我也得财 因为财比不财 代价更大 但是呢 公司啊 不过也做了补偿 说给了他两个月的这个遣散费 乖乖的啊 拿着钱 走人 要是告呢 也行 花钱打官司 遣散费呢 也没有了 告还是不告 自己选吧 在美国告人哪那么简单呢 是不是 有什么办法 接受不了 又能奈何呢 后来啊 他就了解 说这一次裁员的 不止他一个人 裁了一大批公司 我们早就也听说过 其实Lift 上个月开始 早就开始 已经开始裁人了 而且呢 这一次裁员啊 说辞退的都是老员工 反而新来的一些员工 都留下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后来他说 仔细一分析 说可能是因为老员工啊 这个薪资太高 养不起啊 新员工的工资低 行吧 反正也能用 就留下来 去旧留心 那么就是这个 突如其来的 失业大棍呢 一棍子就打在了 自己的头上 这坏人谁谁也受不了啊 是不是啊 但是你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听到这里 感觉好像听别人的事情 都是故事 但是这种事情 要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那就是事故啊 工作没了 收入没了 这对于一个人 一个家庭来说 真的是青天霹雳啊 而且呢 这件事情 对于小陈来说 他不仅仅是失去收入 这样的问题 更糟糕的是 他没有工作了 他在美国的身份 就成了问题 大家都知道 持H1B这个工作签证 你要是没有了工作 那么如果你要在60天之内 还找不到一份 跟员工作 类似的一种新工作 那么你就得离开美国 身份就维持不下去了 要不你就黑在这 后来呢 小陈一想 哎呀 虽然呢 工作没了 但是老公还有一个嘛 是不是 男朋友啊 那就结婚吧 通过结婚来维持合法身份 那看来他男朋友 应该是至少已经拿到绿卡 或者是美国公民 但是呢 没想到的是 三周之后 哎 他的遭遇 一毛一样的发生在了 他男友的身上 也是毫无预警的 接到了公司的解评书 突然就被子推了 哎 突然之间你看 一对曾经幸福到让人羡慕的 哎 小情侣 突然就陷入了双双的失业困境之中 怎么办 工作没了 啊 房子的按揭每个月还是得交啊 是不是 水电煤气 各种生活支出 每个月还得出啊 工作没了 身份怎么办 一个个啊 问题啊 接踵而来 还能怎么办 是不是 赶紧再找工作呗 但是呢 现在啊 美国的各大公司都在裁员 工作 确实不好找啊 啊 我都替他们俩着急 现在美国的就业环境啊 确实是大公司啊 尤其是高科技的一些科技行业啊 说是遭遇了有史以来的一个最大寒冬 啊 因为在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 好像各大公司啊都扩招 招了很多人 但是现在呢 一看大环境不好 啊 又赶紧裁员 然后再遇上啊 整体的这个经济环境啊 又是在有衰退的这个风险啊 衰退这间的一种迹象 所以很多大公司 都裁员 而且呢 这一波波及的范围 非常狂 说现在美国的几大公司 比如像这个Meta啊 就是脸书的母公司 好像推特啊 微软亚马逊 你看这些大鳄啊 企业这些大企业 哎 各大公司都在裁员 啊 有一个数据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说自从去年年初以来 啊 大概这一年吧 美国的1000多家科技公司 啊 已经裁掉了至少15万人 啊 这个数据呢 是2021年啊 裁员人数的10倍 而且呢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啊 这个裁员的浪潮 还在继续 啊 今天我刚刚看到一个新闻 说微软 昨天刚刚宣布的啊 马上就要裁员1万人 1万人 就相当于他们公司的 5%的员工要被解聘 所以说啊 大家在这个时候 如果还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我呢是觉得啊 最好不要折腾 不要跳槽 最好是先安稳的度过这个寒冬 这个让我想起前段时间 在这个年前吧 我有一个学生啊 跟我学音乐的啊 也是做IT的一个年轻的姑娘啊 也是做数据方面工作的 他说他要跳槽 我就跟我聊 他说想跳到Meta去 因为Meta公司更大 他说原来呢 是在一个初创公司上去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这有没有跳过去 有没有摔着 下周上课的时候呢 我得问他一下 据我了解Meta好像也是在裁员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跳 到底是跳成功了没有 你别到时候 就是跳没跳过去 原来的工作已经死了 那你看 这就是折腾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稳最重要 如果你现在有工作 手头还有工作 暂时我觉得不要折腾 好下面呢 再跟大家跟进一下啊 这个前两天我们说的 德州提案 禁止中国公民买房这件事情 昨天呢 在我们的这个社区群里面 有一位我们的同胞 转发了一个消息 说是我们隔壁邻居群的一位华人 给那位提案的这个议员呢 打电话了 这个事情不是正好发生在我们德州吗 好像这个议员好像就是休斯顿的 有可能是 他说那位议员回答 回答他了 说现在的这个提案呢 还是个初稿 本意是实体 entity 是针对实体的 也就是机构啊 公司这样的啊 意思就不是针对个人 然后他就问说 那你们提案中的那句 中国公民个人 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那位议员呢 马上就说 说二月初这个提案呢 会转到相关的委员会 到时候这个一定会修改 我之前我也说了 我说他可能得改 说二月底修改后的版本呢 会出来 而且呢 他还在里面明确的说 说这个提案 绝对不会影响移民 无论是签证的 还是绿卡持有者 都不会影响 就是你比如说是工作签证 什么留学生签证 还是绿卡 还是永久居民 说这些对于这些移民 都不会影响 对签证也不会影响 指的就是纯粹的 可能在境外的外国人 他可能是不是 他主要是指这个 针对的是这一个人群 所以说大家看 这个那天我在节目中 分析的 跟我分析的这个解读 大概基本上是相吻合的 所以说呢 这个提案 对于生活在美国的华人 或者是在德州 生活在德州 或者是有些正想到德州买房的 想到德州生活的 华人来说 应该不用担心 估计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不让买房子 我觉得这种事情 用脚趾投降 我觉得都不太可能 毕竟还是美国嘛 是不是 不过呢 大家要是有条件的 如果说是在德州的同胞们 有条件的话 也建议大家 给自己选区的议员 打电话 表达你自己 对这个提案的不满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用的 不管他怎么改 我们表达自己不满的情绪 这个还是有用的 有必要的 让他们引起重视 我们中国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小心我们到时候不选你 好吧 就是这个事情 跟大家再跟进一下 好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生死两头坐呀看呀 生死两头坐呀看呀 亲呀中呀怎么点亮 亲呀中呀怎么点亮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默然回首已站在远方 默然回首已站在远方 可到失去又能怎样 你会说 又能不能怎样